孩子冒玩的不亦乐乎 这个赛神霞工容邮剧主题公园即将满月 近期公所集结亲子的试玩意见 包含邮剧铁制部分太阳直接曝晒 会发烫 以及溜滑梯需要有缓充电的内容 做统整修正 并逐一进行改善 我们中山公园最近有设置一个赛神霞的邮剧 工容邮剧在这边 那经过了赛神霞比赛之后 很多相亲朋友的反应 我们都会一一再去改善客服 因为工容邮剧就是要跟大家一起生活在一起 那大家反应过之后的一些意见 比如说它的金属的部分会比较烫 尤其是在中午的时间 那我们就会一一改善 一一改善 那做滚动式的检讨 不要让我们那么幼小的小朋友 在那边有一些受伤的情况 它很有造型啊 然后也有砂尺 石头尺小朋友也可以玩 公所强调 只要相亲有好的意见都欢迎随时提出 他们都会持续滚动检讨并修正 不少家长除了赞叹公所效率高 也表示新邮剧真的很好玩 公所主秘则另推公园内的秘境 就是正在盛开的阿伯勒步道 相当适合亲子共游 一起散步玩邮剧 欣赏美景 中山公园 那目前刚好在阿伯勒的花季 那操作这边很有趣的是说 它每一年会先樱花季开始 那樱花季开始之后 就会接着阿伯勒的花季 那阿伯勒花季它比较短 那所以这段期间 大概这一两周的时间 我们欢迎乡亲朋友可以去那边看 整个中山公园都 地面上都是金黄色的 也非常的漂亮 这一两周都是园区里阿伯勒盛开的时间 紧接着刚好又接上铁道集活动 公所欢迎乡亲 永远利用双铁到潮州来玩 享受亲子同游美好的舞坛旅行 记住不听张志豪采访报导